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圓神5.0 那台隱藏任務龍選者的旅跡共250元10 隱藏成就RX2,10個小任務 做第一個龍選者的旅跡,特別的朋友 好,任務揭取地點的話就在這個弦木人左下角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傳到左下角這個氣墊選項的傳過來 好,這邊落地之後呢,回頭 然後在我後方這邊按一下氣墊 變身,變身完了之後 按E鍵 對啊,直接往上拉 這裡不好上去的話,我們就切換到我們的人 從這邊往上爬 好,然後直走 好,過來之後呢,應該是會 自動接取到這個任務的 好,然後我們把這個怪清一下 好,然後我們把這個怪清一下 好,對外畫之後呢,對方向地圖上方 然後走過來 對外畫之後呢,旁邊就有高亮點來實取 好,這邊實取完了之後呢,回頭 好,在我們旁邊這個懸崖這邊放置 好,這邊對外畫之後呢 回頭,過來找這個MPG叫任務 好,那這個就完成了 20元10 接著在我們的旁邊 這個位置還可以實取一下 好,接著來做龍選者的旅途 寶物與收藏 打開地圖來到這個旋墓人 左上角這個傳送錨點 傳過來 好,落後之後呢,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邊其實下落 好,在這邊有個營地啊,過來 叫做什麼皮亞啊,來對畫 好,對外畫之後呢 接著這個任務 龍選者旅途 寶藏和收藏家 然後我們從旁邊 這個洞這裡進來啊 好,落下來 落下來之後呢,直走 好,右轉 好,走來這邊之後有個坑啊 我們再往下落一層 好,落到底部之後呢 在前方 這個位置有個石頭 來把石頭敲碎 好,我們變成這個龍 按下T鍵 然後我們看向小地圖上方 按一鍵拿一下 然後小地圖右邊這個牆 給它長按 丟出去 好,炸了之後呢 繼續往前 好,這邊你等待一下 然後我們旁邊這邊 機關點擊開啟 好,然後我們直走過來 過來之後呢 回頭 按一鍵拿一下這個 然後我們把裡面的這個 換鈴打開 然後給它放出來 好,放出來之後呢 再按一下一鍵吧 這邊再拿回來 好,我們這邊 等待一下 這邊 注入燃數 好,來,清怪 好 好,這邊七彎怪狀呢 上面這邊開了 上面有一個任務寶箱 好吧 想拿的話可以直接拿了 然後我們來到右邊這個 穿梳錨點 好,落地之後呢 西方向地圖左邊 從邊落下來 來和這個MP對話 好,那這裡就按任務就做完了 好,接著是下一個任務 艾龍人的平凡生活 旋墓人右上角這個 嗯 三角形傳過來 好,落地之後呢 小地圖上方 北方向地圖上方 所以這邊往下走 然後朝著這個 西北方向地圖左上角 好,這邊直接下落 好,對話換之後呢 西方向地圖左邊 好,這邊過來 好,對話換之後呢 來這邊點一下實取 接著跟在任務指引 啊,過來 好,放置完了之後呢 旁邊這邊 對話換之後呢 下地圖上方 旁邊這邊對話 旁邊這邊對話 好 好,接著打開地圖 來當這個 右上角 嗯 這個副本啊 來再去到這一點位 傳過來 好,落地之後呢 東方向地圖右邊 從這邊往上爬啊 好,上來之後呢 直走 好,在這裡 這邊的話 需要依次引導這個小龍 去到周圍的三個坑 然後讓它去挖 挖完之後呢 會有一個高亮點 然後這邊調查 然後我們來這邊依次引導它 欸,依次引導它挖東西 好,然後呢 最後一個 好,然後呢 最後一個 好 這邊的話我們就接到一個 龍選擇的旅途 帶種子 萌出 新芽啊 接著我們這邊 耐心等待它自己挖就行了 嗯 等它挖了之後呢 它會讓你提示 就是注入藍樹 我們這邊注入一下 好,接著來清冠 好,然後 接著你再等到 限時時間的第二天 限時時間的第二天 你再次來到這個位置 明天的時候 你再次來到這邊 會有一個隱藏成就 叫做新的希望 你記得到時候回來拿一下 靠近這裡就行了 這邊的話 會出現一些 這個花之類的 接著是龍選擇旅途 正理與回理啊 然後這個任務 做之前呢 你需要先把這個回生之子 這裡面的話 會有兩個這個 它的這個任務 就是 部落記文 你要把它做完啊 做完了之後呢 你再過來啊 然後我們傳到 旁邊的這個矛點 龍絕坡下方這個 好,羅里之後呢 翻轉向西方向地圖 左邊 小地圖左邊 小地圖左邊 然後順著邊直走 西方向地圖左邊 好吧 速站zoom 順著邊走下來 好,瀑布這邊直接下落 呃,落到底部 然後這邊有一個閃光點啊 然後來這邊 頂級進入 好,這邊的話 第一次進來會有一個隱藏成就啊 然後我們來跟著這個 這個龍 啊,跟著這個龍往前走 好,這邊對完畫之後呢 來,打開地圖 來到這個回生之子這邊啊 啊,過來之後呢 東方向地圖右邊 小地圖右邊啊 這裡的話 需要你把這邊的 部落寄穩給做啊 啊,不然的話NPC會被占用 好吧 然後來對話 接著這邊打開地圖 啊,到 附近的 啊,還是剛才這個矛點 龍爵坡下方 好,這邊跟著任務進行走 好,這邊有個NPC啊 來和這個忍對話啊 好,這邊的話我們按T變成龍 然後直接 一一然後往前拉啊 那你跟著指令往前拉 先往前拉 再往前拉 然後在我們旁邊 啊,旁邊這個樹上面啊 這裡有一個閃亮 閃光點 然後這邊調查一下 調查完之後呢 小地圖 躲上角啊 然後這邊再往前拉 遠處的話是有這個高亮點的 看有沒有,它一直閃啊 像星星一樣 然後我們這邊 拉過來 欸 差點拉過了啊 在這個樹上面 好,接著再抬頭 再往上拉 再往上拉 然後我們看一下 小地圖左下角 小地圖左下角這個方向 然後你這邊拉過來 好,只最後一個 好,這邊 全部拉完之後呢 往回拉啊 原路返回 原路返回 回到剛才這個NPC這裡 或者你從別地方跑過來也行 來,對話 好,把遊戲時間播到兩天後 好,接著我們去到這個 任務騎車地點 好,接著我們去到這個 好,這邊 好,那這邊 正理與迴理就做完了 好,接著是下一個叫做 沉重的翅膀 再按這個 踩石頂正上方這個 傳送錨點 然後去到這個點位啊 傳過來 好,落力之後呢 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 這邊的話 可以打開地圖追蹤一下 小地圖右上角 然後在這邊的話 是有個建築的啊 過來 好,過來之後呢 來清怪 好吧 希望你是個好對手 好,清完怪之後 然後呢 來和MP 來和這個龍的對話 好,接著我們來跟著他往前走 這邊過來之後呢 我們用這個 水屬性 然後去打這個打掉啊 然後就可以拿到這個花了 用水屬性 然後打一下就可以拿到這個花了 然後回來 來交給他 還有一個 好,拿一下 好,這兩個治療完了之後呢 看向小地圖右邊東方向啊 然後在這個位置還有一個 拿水屬性打一下 給他 好,那對話之後呢 這個任務就做完了 接著在我們的旁邊 小地圖上方 這個方向啊 然後在這裡還有一個 四星聖遺物 接著拿一下啊 好,接著來到這個 踩石頂 右下角 這個穿做矛點 好,接著是 今天是吃魚的心情啊 然後來 左下角這個 位置 往這邊方向走 西南方向地圖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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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撞一下 好,抓到之后呢,来 好,那这边这个任务就做完了 还会有个隐藏成就啊 好,接着是谎言与约定 你来到这个彩石顶上方的这个传送锚点串过来 玻璃之后呢,西方向地图左边 小地图左边啊 然后从这边往前飞 现在往下看,在我们下方 这应该是有瀑布的 然后从这个瀑布这边下落 然后回头,看向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里有个洞 然后我们进来 好,进来之后呢,直走 东方向地图右边 好,来了之后呢,左转 直走,然后在这边有个 叫做奇怪的逆夜龙 对话 好,接着我们就接到这个谎言与约定啊 然后我们要回头 看向西方向地图 好,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小地图左下角 然后走过来低头 这边有一个龙 然后我们按下T键 切取一下 好,切取一下 然后复生,复魂 复生了之后呢,回头 回到刚才这个NPC这里 好,我们要变成龙形态 然后来 再和他对话 才听得懂 好嘞 这边对完话之后呢 来,继续 这边可以投喂他一块禽肉 投喂他一块禽肉 然后,好,我们再次复生 再次复生 再和他对话 然后旁边 出动 好,然后这边跟大家说 这个宝箱是不计算 宝箱成就数的 我们就主线的时候 当时开了三个宝箱 好吧 那这个宝箱的话 算是一个任务宝箱 好 好 那这个任务就做完了 做完之后呢 我们来继续投喂他 再给他投喂一个瘦肉 还会有一个隐藏成就 最后的仁慈 这边开到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的成就数还是三 就没变 好 接着你来到这个回生之子 左手边这个 七点神像 然后去到 我不要记这个点 我也 好 如果之后呢 看一下小地图上方 然后这边复婚 复生 复生一下 然后东方向地图右边 按一键 然后进取 点进入 然后 左边上来 然后小地图右边 直走 过来 这边的话是 有个 相机 这边调查一下 好 这边对话之后呢 看一下小地图上方 北方向 然后直走 然后我们去到 最旁边 最前面这一个 这边点一下放置 然后来到 下面右边这一个 放置 好 然后来对话 这边 对话之后呢 先直走 过来 然后我们来到 右侧这边 点击就位 好 接着到这边的话 我们把这个木桶给击碎啊 好 那这个任务就做完了 难道20元时 对到上方这个锚点啊 这个叫做 流金之麦上方的锚点 你自己去开一下 然后去到 我不要记这个点位 好 穿过去 好 Rory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东方向地图右边啊 小地图右边 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应该是 最后一个任务了 好 这边对话之后呢 来直走 然后在这个下面 啊 有一个潜在地下的 这边我们来 然后要 抓到他 抓到他 好 抓他之后呢 回头 西方向地图左边啊 然后这边有个 小基灵的啊 我跟他对话 好 好 这边对话话说呢 南方向地图下方啊 然后你 挨个和前面 这一个对话啊 然后这个也对话一下 这边也对话一下 呃 对话完说呢 在这个位置 应该会 出现一个 呃 在这个草丛这里 你看这边有没有一个 好 接着 回来 好 那这边的话 会获得20元时 好 那这个龙选者的旅途的话 这个任务 我们就是完整做完了 好吧 那我们下一期评再见